4日,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罕见举办公开听证会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前主任伊凡妮娜也出席 伊凡妮娜表示,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前所未见 伊凡妮娜曾在前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前总统川普任内 担任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 伊凡妮娜指出,美国成人当中估计有80%的人 全部个资都被中共盗取 剩下的20%也有部分个资遭窃 美国也因为智慧财产权和商业机密遭中共窃取 承受经济损失 伊凡妮娜指出,光是在2020年 中国共产党就窃取了3000亿到6000亿美元的 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除了美国之外 日前,英国军情武处处长迈卡勒姆也指出 对待中共的间谍威胁要像对待恐怖主义一样保持警惕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带你自己给你的 抗 手 斌 恥 写